破坏龙脉惹怒中南海中纪委副书记作战陕西,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一九日现身陕西省委召开的秦岭北路为建别墅整治专题会闪指导并讲话,秦岭被历代帝王,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因为建别墅,多次惊动中共高层,并引发陕西官场持续震荡广告。 据陕西传媒11月10日报道,陕西省委常委班子九日召开秦岭北路为建别墅整治专题会,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会议,中共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一道会指导,并讲话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副组长,中央纪委巴士主任陈章勇,以及陕西省政协助席韩勇,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燕,均有出席中组部,则派员全程指导,秦岭被历代帝王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北路山坡,上有一处别墅项目以国领为名,广告词是国之龙脉领立天下,而这里违规建别墅的问题由来已久,并多次惊动中共高层早前官媒,披露西安秦岭北路,存在大量违法建筑, 分布在秦岭北路5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对植被和河流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官媒调查显示这些别墅多达300多栋,不少已建成,业主非富极贵还有党政要员,在被官媒披露后秦岭北路违法建筑,仍屹立不倒甚至绵延城景,满山开花,一些别墅项目,还将售楼广告树立, 在晋山的必经之路上聚报,近年来习近平先后六次对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过重要批示指示却不见成效,在习近平震怒做出彻查要求后,秦岭北路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7月30日 在西安召开,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工作队伍阵容空前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中共中纪委巴士主任,陈章勇任副组长官媒强调,针对一个问题习近平六次批示,只是加之中共中央,专门派驻一个专项整治工作组,由中纪委副书记任组长,亲自压阵查办组件问题严重和中央的震怒, 徐令义在会上强调违规建别墅问题反映的是,贯彻习近平重要批示只是不坚决,不扎实,不到位的严重问题,既包括政治上的问题,也包括行政业务上的问题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在大会上做动员讲话,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领会习近平重要批示,精神7月底召开大会,之后8月中旬 其当地政府出动大量人力和大批设备,开始对秦岭违规建别墅群进行大规模拆除截至10月24日,长安区全区共拆除为建724宗,79万平方米 累计拆除为建别墅292栋370套共计18.2万平方米其中位于西安段单体最大为建别墅余二 008年8月建成专会建筑移动一层另有两处于唐锦一处狗设面积,就达78.03平方米阔气奢华更令人咋舌 近一段时间以来,陕西官场大震荡高官持续落马,也被指与秦岭别墅案有关 台媒中央社评论,趁秦岭别墅专项拆除行动,凸显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和撕裂 却不说还面临着利益集团的格案,面对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中央派出中纪委副书记,亲自作战指挥拆围,表明中央对对方的怠惰和软性抵抗极为不满